我們剛剛看到川普最後在關鍵搖擺州 五大湖周圍的幾個地方的造勢場合 你都可以看到天氣已經很冷了 他穿著厚重的冬天的外套了 同時他的手上戴著手套了 可是那麼冷的天氣 幾乎每一個場子都超熱 熱得不得了 沒有錯 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 川普真的是一個非常鐵人式的這樣子 在搖擺州拼命的吹票出來 我們現在看一下最新的封關民調 第一個值得注意的是特拉法加集團 特拉法加集團過去是用社交圈的問法 去找出川普的隱性支持者 那麼他的這個關鍵州的民調 比如說北卡以及密西根 還有俄亥爾州都是川普領先 大概3%到4% 比如說北卡他就領先大概48.6%到46.5% 那麼密西根是48.3% 對上拜登的45.8% 那麼俄亥爾州是49.2% 對上這個拜登的44.4% 但是同樣的紐約時報 也發表了他的封關民調 四個州 一個威斯康星 一個賓州 還有亞利桑那跟佛羅里達 分別是威斯康星比較大 那麼拜登領先11% 賓州的話兩個人差距6% 然後佛羅里達跟亞利桑那差距3% 那麼這個還是有不同的民調 有不同的這個估算 那我們另外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梁文濤教授 他在臉書中間po一個 值得大家參考的一個資訊 他是說呢 那麼在黃金時段就是晚上的七點到十點的這個階段 你看一下這個收視率 左邊的這個名列前瞄都是福斯 然後CNN的收視率其實相當的低 然後是在右邊的大概就排名到在30以外的情形 如果我們看說我們說選民的傾向是跟他看什麼電台有關的話 其實川普的支持者關注這次選情的是大為增加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最後的推估 所謂得賓州得天下是這樣子 今年的搖擺州有10個 那我們把它分成這樣子看 3加3加4 2016年的傳統搖擺州有6個 我們其中有3個呢 川普是比較穩定領先的 分別是北卡亞利桑那跟佛羅里達 然後中間有3個就是賓州 還有2個就是密西根跟威斯康辛 這2個州是比較不穩的 另外還有新的4個加賓州 分別是喬治亞愛荷華 明尼蘇達跟俄亥 那麼現在的情況是第一關要看這3加4 如果3加4 都是川普贏的話 那麼就會成為現在這個圖 那麼這個圖中間呢就會成為說 如果川普輸掉威斯康辛跟密西根贏得賓州的話 他會有280票 那如果這個時候賓州走向拜登的話 那麼拜登會有278票 這個時候才是得賓州得天下 所以3個關卡 第一個看這4個新搖擺州的選情 然後看這個3個傳統搖擺州的選情 再看最後的賓州 好我們看一下選舉訴訟 這也是要跟各位報告的 現在的情況是說 民主黨都希望讓郵寄選票能夠方便的投入 能夠進來計票 那麼共和黨就一直挑戰 先是德州的情形叫做得來訴 就是這張圖 就是開車過去你把選票放進一個油桶裡 這樣子的情形呢 共和黨挑戰他說 11月3號還可不可以用得來訴來投票 那麼法院說是可以的 但是呢他共和黨也希望說現在得來訴的投票有大概十二萬七千票 共和黨說能夠不算 法院說不可以不算 那麼最後我們來看一下所謂的紅色幻象 就是美國前總前副總統高爾所提出來 就是說今年的選票呢 就是說郵寄選票是在後面開的 特別是幾個搖擺州 威斯康熙密西根跟賓州 因為人手不足 都是11月3號投完票以後 才有人手去開郵寄票 因此先開出來選票 都是當天投的 當天投的呢 紅色幻象出來 川普會領先 那麼所以大家呼籲說 大家要耐心等待 當天可能沒有結果 關鍵州的郵寄選票 會不會在11月3號開出來 那麼雙方都準備了律師團去準備打選舉訴訟 就是因為現在的選舉訴訟是說 郵寄票什麼時候要到可不可以改規則 未來的選舉訴訟可能會有計票的爭議 可能會有繼續的法律戰會要繼續打下去